这火化事件说真的 如果真的有一些传染疾病的话 那24小时偶化我个人是觉得OK 问题是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看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陈时中的态度就是 你们制作主张 殡葬业已经做两年了 你说他们制作主张 那我可以访问你 那你他妈陈时中 你到底有没有在管事啊 你没有管事是不是也超过两年而已 认同的答一啊 却整者死亡 那过去的24小时内火化 中央说没有这种规定啊 让全台全部都措手不及 火化的争议啊 家属要政府给一个道歉 造成家属一辈子的伤痛 当事人2月15号过世 17号火化 相隔38小时 你吹你吹 卫生局跟张一色一直吹一直吹 卫生局是政府那边的人的啊 李一色一定是配合卫生局的啊 啊现在人家执意了 没有啊 我们制作主张啊 事情发生了 政府的态度很重要 我相信如果这时候出来 政府说什么 我们因为防疫的关系 没办法 那就是要配合 你这样讲是OK的啊 问题是你现在在讲说 没有你们制作主张啊 蔡政府就像是一个什么 硬抢来的政府 什么事都不会做 出事了就怪下面 他会将这个政府的位置啦 其实我们从SARS到现在 我们的防疫 其实我们基层下面都做得很好 台湾人民一直演变下 演变下都是这样子 问题是蔡政府 他就是一个不会执政的政府 他就是赶快抢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上去 我当家做主了 人家现在发问的时候 哦 哦是哦 没有要24小时火化 你们制作主张啊 你就不要这件物 你知道意思吗 这就是政府一个态度 像有些人都回老大说什么 你台湾现在有民主 是民进党的功劳 没有言论自由的话 你怎么可能开这频道 本来没骂政府 我想说的是 台湾言论自由 不是蔡政府给我们的 台湾的言论自由 是从我们中华民国 一直慢慢演变过来的民主 你认同的打三好不好 台湾现在的民主 是台湾人一步一步创造起来的 不要以为你们现在当执政的 现在全部的建设 都是你们的功劳 养一些绿区 养一些康中保台的一些年轻人 才是你们的功劳吧 你认同继续刷散 我们现在的言论 只有是靠我们台湾人 慢慢的演进 或是一些社会事件 历史的教训 不是任何一个党给我们的 这火化事件 说真的 如果真的有一些传染疾病的话 那24小时偶化 我个人是觉得OK 问题是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看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陈时中的态度就是 你们制作主张 兵藏业已经做了两年了 你说他们制作主张 那我可以访问你 那你他妈陈时中 你到底有没有在管事 你没有管事 是不是也超过两年了 你认同的答一啊 所以兵藏业者也傻眼啊 怎么政府在怪我们 兵藏业者这波疫情 里面也扮演一个很大的功劳 大家都不要做好了 都不要做好了好不好 莫名其妙 谢法兰 谢法兰 谢法兰